抗美援朝,今日承提了什么要求,让毛主席拍桌子,彭德怀怒回三个字,1950年6月25日朝鲜不勋而战,进攻韩国朝鲜战争正式爆发随后,北朝鲜人民军已视如破竹之势,迅速攻占南韩首都汉城南韩政权岌岌可危,在此情况下美国等多国派遣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,很快扭转住战争局势, 将北朝鲜打得落花流水,而且美军战机,还非抵押陆江轰炸,我国丹东地区为了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线,中国政府决定保家卫国,抗美援朝1950年10月志愿军开始陆续入朝作战,志愿军总司令为当时的中共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可谓是一员虎将,但是当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今日成, 却要求志愿军归他指挥调动,他才是整个军队的总司令彭老总,看见今日成是这样一个主,压根就没把他放在心上,想当年彭德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抗日战争时期, 以及解放战争时期,什么阵仗没见过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,怎么可能把指挥权交给他况且这些中国军人也只服彭德怀于世,彭德怀淡淡地回了三个字,不可能今日成不服,还把报告打给莫斯科的斯大林,想让斯大林给中国施压。 毛主席,当时听到这个消息,当场气的动拍桌子,我们去帮你打仗,你还想指挥,我们的军队简直不可理喻于世,毛主席,马上打电报给斯大林,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,斯大林回电给今日成,一切军队调配指挥。 听从彭德怀司令员,后来彭德怀指挥志愿军打了几个漂亮仗,成功把美军赶到三八线以南,这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 但是今日成仍不满足,他要求彭德怀率领志愿军继续攻入三八线以南,彻底解放南韩统一朝鲜半岛。 彭德怀这次当然还是不会理他中美之间,在这场战争,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重的代价,谁也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。 1953年,在边打边谈中中美朝达成停战协定,双方以三八线为戒南北各自治理。 彭德怀,也因为在朝鲜战争中打扮美军,而更加明气大增1955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授贤疑是彭德怀,被授予开国元帅排名第二锦次于朱德。 。